右键食安风暴 食药书检验585件抽检 情绪水产品药物残留 检验出两件彰化的国产鸡蛋 还有不得检出的用药残留 不是 绝对不是气药 都可以使用的药 其他蛋伤也没有啊 来批一蛋也早就消灰了 两件国产鸡蛋被查出 佛甲黄绿霉素 乃卡八斤 两项虽是合法药物 但不得使用在蛋机上 消费者如果吃进身体里 高剂量恐怕会造成腹泻恶心便秘 甚至有肾结晶的可能性 乃卡八斤一般是用在 西医的这个球虫的蛆虫使用 那火甲黄绿霉素 它有可能是用在 这个呼吸道感染或下腻的这个机制 除了国产鸡蛋出包 连锁卖场贩售的乌骨鸡 同样也被剪出抗菌剂 除了有可能造成肠胃恶心呕吐 严重的还会影响肾功能 都是线无条件相信商家 所以如果他出问题 可能就会觉得更单亲 对此连锁卖场回应 已将问题商品第一时间 全台下架 并加强厂商管理作业 避免出包事件再度发生 记者陈胜伟 黄绿剧 韩志行 彭于飞 张话采访不到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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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